为什么说王俊凯是时代风俊的祖师爷 还以为这只是18楼粉丝的戏称 但看到粉丝们的科普 才明白养成系第一人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时代风俊15年 王俊凯战14年 要不是他当年的坚持 时代风俊后来的一切都不会有 当时同期的六七个训习生都走了 只剩下他一个 在公司高层都对这个项目 不抱希望的情况下 十二三岁的王俊凯 毅然坚持每周都去上课 九龙坡区到长江国际要两个小时 他一个人坚持了好多年 努力练武拉韧带通道哭 一边学习一边兼顾练习生的身份 数次变道滴血糖晕倒 正是有了王俊凯的坚持 公司才没有彻底灰心 可他明明最开始以为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王源于恩杰放文说要退出 只有王俊凯当真了 给他打了七个小时电话 留住了王源的十年 谁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是他们拉着破音响 唱个两人一首的歌 才有了现在的鱼票难求 即使三家再怎么撕 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他队长的位置 18年年仅17岁的他 登上了米兰时光周 白天的他还在中餐宾洗碗 晚上他就成为了外媒口中的东方玫瑰 剔台首秀就是国内最高规格 19岁出席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 参加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连续三年成为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 赚钱了在巴沙慈善业 捐了140万 还给西藏地区 捐了两辆爱心车队 为川渝地区 捐十座儿童图书馆 小螃蟹也在他的带领下 一起做公益 正如他所说 爱政国要大友 后来从爱豆成功转型当演员 19岁饰演热血少年马山 20岁饰演流浪男孩马亮 22岁饰演口吃男孩周正 每个角色都反差感拉满 还有好几部代播作品 出道至今林绯闻 归来才24岁 这不就是养成系的标准答案吗